一开始呢是一个时间状语 主语呢是这个非西班牙裔的白人 然后卧语是二不语是少数 之后呢为持引导的一个定义重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 它后面的卧语动词呢用的是amounts 这样一个单三的形式 但往前找呢是没有一个合理的修设对象的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说这个白人 他们呢是总计少于人口一半的 所以说这里呢主位不一致也可以排除 RB选项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3C选项当中呢 amount身后出现了大平导的一个定从 但往前找的话其实并没有一个 可以合理并列的对象 所以C也可以排掉 4D选项呢这个amounting在这里 做的是一个伴随状语 那从逻辑上来讲呢 它是去对主句进行一个 进一步的解决说明 然后逻辑主语呢也是前面这个外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伴随状语的意思呢是说这一帮白人呢 他们总计这个人口的一半不到 Dunfrom呢是一个状语 是说呢它是从十年之前的这个四分之三 这样的一个数值降到现在的这个不到一半 所以4D选项呢看完没什么问题 可以先留一留 五一选项呢前面这个伴随是一样的 Dunfrom后面呢出现了一个 what引导的这样一个从句 那我们知道what呢是可以替换成 something that 然后把后面补上就是 it was a decade ago 这个时候呢 something相当于是一个先行词 然后在后面呢做words的一个补语 那首先第一点的话 它是要从这个四分之三去降下来 而不是从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something降下来 那第二点呢后面的这个it 也是没有一个可以合理指代的对象的 所以说五一选项呢也是有问题 最后当然是cd选项 谢谢大家